其實四樓這個產品 我們現在早期大家都會覺得說 好像不吉利 其實對年輕人來講 其實採訪非常的不錯 房中帶領客戶看房 特別強調過去大家建議的 電梯大樓四樓比較不吉利 房價可以下坎 客戶趁機減便宜 現在可沒那麼容易 因為四樓房價翻轉 13.52坪的小套房 開價1052萬 同個社區 同樣面向大馬路景觀 往上一個樓層開價989萬 九樓要980萬 而過去消費者甘願為了景觀 付出高代價 現在未必是 可能在八樓九樓 會有一個中繼水塔 那它可能會造成一些 噪音上的一個干擾 住房未必越高越好 三四樓這個高度 距離地面有一定的距離 即使電梯壞了 跑個三四樓也不怕 很少人現在會忌諱 四等於死的諧音 更注重的是嫌悟設施 像是舊大樓的八樓諧音事發 但是設有中繼水箱 容易有噪音問題 房價反而比四樓還低 但是像這樣子的 舊有的公寓大樓 位在四樓因為沒有電梯 加上靠近底樓比較帥 因為這些因素買氣 還是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響 而特別以台北市四樓的交易樓層 去年一共有1363戶 成交量僅至於三樓 占了全樓層的排名第二 不少的投資客更看準了過去四樓的最低價 今年起開始大量出脫 賣於低於市價行情 也讓不少的民眾趁機入駐 記者林東明咒語的台北採訪報導 離開 脫下 又 突然 拭複嬪 層